欢迎收看凡人游戏 自己曾经有过两段感情的经历 前一段因为异地恋的原因 最后始终还是没能够坚持到最后 所以现在女嘉宾也希望在重庆 找一个本地的男朋友 然后接下来好好在重庆过日子了 其实我个人也比较的好奇 就这样的一位既能干又漂亮的美女 到底想要找一个什么样的男生呢 我们一起认识一下 注意哦 前方高能 大家好 我叫罗莉莉 今年25岁 身高1米57 然后从事的是咖啡厅运营的一个工作 收入在1万左右 我的性格是比较大大咧咧的 然后比较活泼一点也比较爱笑 平时我工作之余也喜欢逛街 这样子来放松放松自己 因为女孩子嘛都喜欢逛街 也喜欢买买买 然后我的爱好是喜欢出去旅游和看电影 去过西藏 然后云南 深圳等等一些国内的一些地方 人生嘛就不只是工作 还希望在旅途当中更加的有意义 放松放松这样子 那么我也希望我未来的另一半呢 也跟我一样不约束自己 然后呢去享受生活 跟我的朋友一起出去玩 我的感情经历的话是谈过两段 印象最深刻的那一段的话 分开的原因是因为距离的一个问题 因为他在外省 我在重庆 距少离多 所以说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就分开了 然后我对另一半的要求的话就是 希望我的另一半呢 的年龄跟我差不多 也是外向开朗型的 希望他对方是一个阳光帅气一点的 这样子的话就更喜欢了 然后呢我希望我另一半的一个经济条件的话是 月薪要在一万以上 要有房 有车 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的生活才能得到一个好的一个保障 然后我最讨厌的一个男生类型的话就是 马宝兰 我希望对方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一个男生 然后自己不管是大事小事的话 自己都能抓主意 女嘉宾的择舞要求 一 年龄在25岁左右 性格开朗外向 二 月薪一万以上 阳光帅气 有房有车 三 不要妈宝男 根据女嘉宾的择舞要求 本期编导也在凡人游戏资料库里进行了寻找 最终筛选出了三位条件基本符合的男嘉宾 喂 您好 您好 请问是李老师吗 李老师好 我们这边有一个女嘉宾 就是条件还比较符合你的要求 现在你有时间吗 我大概给你介绍一下 杨贝有时间 她就是年龄是25岁 身材和外形都非常的优秀 性格也比较活泼 是典型的那种重庆妹子 但是她就是要要求对方要有住房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 你这边现在暂时是有住房吗 我现在是跟马拉尔建筑 那你准备什么时候买房呢 如果旅房需要旅房的话 可以两年买房吧 就是至少要等两年是吧 是啊 你不可能 所以我买就买在两房子吧 那可能这一点不太符合女嘉宾的要求 她要求的是现在就是立刻要有住房的 喂 请问是聂先生吗 是的 我们这边有一个女嘉宾还比较符合你的要求 就是想先问一下 你这边现在目前是自己有住房吗 有有有有有 那你的住房现在是全款的还是按揭的呢 按揭 现在随买的是全款 哦 那可能这一点 离她心里面的那个理想值要稍微有一点距离 喂 你好 请问是熊先生吗 你好 我们这边有一个女嘉宾 我们匹配了之后你们的匹配都非常高 但是现在我有一个问题要请跟你沟通一下 我想请问一下你现在目前是有自己的住房吗 是的 是自己的名字对吧 是的 那有没有按揭呢 没有的 全款的对吗 对 那你一个月月薪的话大概是多少呢 一万左右吧 那你的经济条件这一块还是很符合女嘉宾的要求的 那这样的话你看你什么时候有空 就安排一个时间让你的女嘉宾出来见个面可以吗 嗯 我叫熊泽斌今年25岁身高180 然后工作的话都是跟到屋头住门床加工生意 然后收入的话大概一个月一万到两万左右 然后我是第二次来的凡人游戏节目 本期这位男嘉宾 熊泽斌25岁身高1米80 职业线上营销员 月收入1万左右 婚姻状况未婚 前不久男嘉宾曾经上过一次凡人游戏 在节目里虽然跟女嘉宾牵手成功 但在私下里的接触却有些不太顺畅 最终两人也是没能走到一起 因为我们私下联系了一下是吧 感觉彼此交流啊沟通方面不是横到一起去性格方面 还有就是说那个女孩颜值说实话也比较普通 本来想着性格方面还可以是吧 能沟通也问题不大 最后面沟通性格方面也感觉跟我合不太来 我就想找一个稍微颜值稍微好一点 性格方面阳光活泼一点的 再次来到凡人游戏 男嘉宾的走务要求又会是怎样的呢 我喜欢那种稍微温柔一点的女生 遇事能够商量 综合来看男嘉宾阳光帅气性格开朗 是女嘉宾所心仪的男生类型 而女嘉宾温柔懂事也正是男嘉宾所期待的 两人匹配指数百分之九十 今天两人的见面能够一拍即合吗 好 各位 今天我们来到了于北中央公园的大岳城 今天来到这里是一位我们女嘉宾 在大岳城里面的一家咖啡店当店长 女嘉宾在这里上班 所以我们今天专程到这里来找到女嘉宾 先认识一下 你好 你好 贵姓啊 我姓罗 罗总 你好 不 你个罗店长 对 店长 来 来 一起 一起 好 这一位是 这个是我阿姨 我阿姨 对 我们先要不然就让阿姨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眼中的这个侄女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 我们家的莉莉啊 她从小都很乖 喜欢唱歌 喜欢读书 是从小我们眼中的乖乖女 长大以后呢 工作能力也很抽重 所以我们都是很喜欢她 这个乖倒是大家都看到了 很漂亮 而且好像除了乖之外 我听说她还很能干 是不是 对 她工作能力特别优秀 因为在自从她到了咖啡店以后 还是一直得到了一个老板的那个赞扬 就说工作能力非常抽重 好 而且呢 我一看到莉莉这个穿着打扮 就感觉得出来 是一个很时尚的这样的女孩 是不是 所以平时喜欢买买买 喜欢逛街 喜欢喝喝喝买买买 对 对 对 又漂亮又时尚 而且你的这个工作又很惬意啊 咖啡店这也是一个经常产生 邂逅和爱情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大家肯定都会想啊 你身边应该追求的人很多呀 这么漂亮的女孩还需要来相亲 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 因为我这个人啊 看着就是 比较外向 其实我的内心的话 是比较慢热的那种性格 那你这样的性格 就会更激发很多男孩子 追求你的这种欲望和兴趣啊 其实当下的很多男生的话 他们会觉得说 追求了一段时间 又觉得我感觉是那种 深入无尽的感觉 他们就退缩了 所以说我一直没有遇到 我生命中的那位 我们也问一下女嘉宾的阿姨啊 就是这个侄女如此优秀 那身边难道真的没有追求的人吗 你也没有给她介绍几个吗 哎呀 其实从 我们还毕业后 我们也一直在张罗这个事情 但是就是 苦心没有足够多的时间 去经营这个感情这些东西 所以才来到了咱们的相亲节目 希望能够早上 他把时间都花到哪儿去了呢 他的工作 他是非常惊艳的一个孩子 就是说 从参加工作以来 就是基本上 他的生活里边 除了生活就是工作 因为我工作的地方 就在这上面嘛 一会的话 我就想你把男嘉宾 邀到我工作的地方 然后我会给他一些考验 具体怎么考验的话 我现场再介绍 感觉组织里面 还有很多回事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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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嘉宾这个时候 应该感觉前方不满了地雷 不过这也是对他的考验 好吧 那要不然我们让 莉莉和阿姨就先回店里面去 然后我们继续把男嘉宾接到 接到以后 我们就把他带到店里来 那我们就不要告诉他 你的身份好不好 是 是 是 对 因为我一会儿要考验他 好吧 那我就拭目以待 看看你会怎么考验他 那待会儿见吧 待会儿见 你们先进去吧 今天的女嘉宾可是有备而来 不仅带上了亲友团 还为男嘉宾设下了考验 那么女嘉宾设下的考验 究竟会是什么 男嘉宾又能否顺利通过呢 你好 先生请问想喝点什么 你好 我要买两杯咖啡 你这边是想要什么口味的 因为我平时也喝得比较少 今天过来我有一个约会 然后我想自己一杯 然后帮女生带一杯 那女生她喜欢什么口味的 因为我也没有见过了解她 因为我不是很懂 你推荐一下有没有女生 比较适合喝的口味 那你买两杯嘛 一般女孩子在我们店 点的比较多的是这款 夏日特饮和我们的一个牛油果 又是甜一点的 很多女生都喜欢喝甜一点的嘛 那再一个的话 很多女生喜欢喝水果味的 这两款就我们店里面 女生点的比较多一点 这两款比较多嘛 男生的话就并没事了 夏天 那你推荐我买两杯 因为我过来买一杯 我们两个人上 我喝两杯上 你推荐我买三杯 可不可以我买两杯 给我送一杯啊 不好意思先生 我们这边店 没有这样的一个活动 因为我们走的是品质路线 对 初次不能送吗 不能 你可以参加我们的一个冲值活动 我们不单单送八十 还送你一个纪念品 冲值都算了 住得太远了 那都帮我住两杯来 我看她喝了一杯 另一杯都是我喝 这两杯都是 带甜的我 你男生可以喝吗 我没关系 我没有这么调理 主要是你们这边 没有其他活动了嘛 买三杯都浪费一杯了 好 先生 我这边的话帮你下单 你这边的话 就扫满师傅一下 好的 好 那你在那边坐着 稍等一下就可以了 OK 好 可以了 陆店长 刚刚我在旁边 看着我目瞪口呆啊 给我感觉 就是一个非常会销售的 一个店长 和一个十四九四都不敢 理性消费 在这里 对对对 太理性了 你觉得怎么样 这个答案到底 特别理性 不管怎么说 她都不买 然后呢 但是有一点就是 因为我比较喜欢 有组件的男生嘛 然后她还是 这一点的话 还是可以 但是她就 还是 太理性过头的呢 就感觉有点小价值气 就刚刚其实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说起来 到店里面来 就是做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测试 你也是想看看她 是不是那种很 很好爽 对大不大方这样的 但是刚刚好像你自己 又会觉得她买的时候 是不是 只是 只买两杯 又太理性了 对对对 就是这样的 太理性了 就给我感觉 就有点小价值 不过我要提醒你一点的 就是男生 她的所谓的大方 到底要大方给谁 这一点 我觉得你还是要 考虑一下 就有可能 她是 对自己的女朋友 很大方的 但是她刚才 我都跟她讲了 买给女生 买两杯 她自己买一杯 可是她就选了两杯 还是挺小气的 对 那有可能人家 就是觉得咖啡 点到为止就好 好吧 当然除了考验 她的这样的一个性格之外 刚刚这么长的时间 你跟她在对话 这男孩的身高 样子这些 你应该也观察得 很仔细了 外形方面 外形还可以 高高大大的 也挺阳光的 我在旁边看 我觉得你们俩 也真是 还是挺般配的 真的是帅哥美女 总体来讲 通过你的考验 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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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看一下 接下来的相处怎么样 原来女嘉宾是想通过点单 来考验男嘉宾是否有主见 和足够大方 可男嘉宾的表现 目前还没能让女嘉宾 完全满意 接下来 在女嘉宾揭晓自己的身份之后 男嘉宾能否扭转 女嘉宾对她的初印象呢 就说这里咖啡 好的谢谢 为什么你要拿起我 这是我点的咖啡的吗 这就是我的呀 这不是你帮我点的吗 你都是那个女嘉宾吗 对呀 我不可以喝吗 我可以喝吗 可以可以 好好笑啊 我今天来买起咖啡 我才晓得 她那个点员都是女嘉宾 我可能还是很轻压 但是女嘉宾确实 长得是很漂亮 反正外星是很满意 我可不可以喝来一杯吗 可以 可以喝 可以喝 现在搞清楚什么状况没有 小熊 我现在算搞明白了 我在这边点的咖啡 她就是那个女嘉宾 对呀 咖啡本来就是点给别人的 其实刚刚我们见面这个方式 你是女嘉宾提出来 还在想对你一个小小的考验 至于她要考验什么 我让女嘉宾自己来亲自的 来告诉你好不好 就是想考验这个男生 够不够大方呀 然后做事的话 好不好爽呀 大不大气呀 有没有小家子是这样的 对 因为我喜欢的男生的话 就比较喜欢那种好爽一点 就不觉小极的 那你小冯 你自己觉得呢 你经受住考验没有 我觉得经受住了 毕竟那个没有必要的消费 就不要去浪费了嘛 对吧 你经受住了吗 你经受住了 当她诱惑 但是没有经受她的考验 是不是 不过有一点呢 女嘉宾 一直看到了你身上的优点 他希望这个男孩子啊 是比较的就是 有主见 有主见的 对 那除了女嘉宾在观察你 旁边还有一个人 一直也在观察你 我把这个人请过来 给你认识一下好不好 来 阿姨你好 来 坐坐坐 你坐这儿吧 好 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女嘉宾的阿姨 是他们家 在重庆的一个亲戚 刚刚阿姨在旁边 观察了半天了 阿姨也来说一说 你刚刚的这个印象 怎么样对这个男孩 首先我觉得 这孩子高高大大的 也还是就是 我们家莉莉 喜欢的那种 那种款式 就确实看起来 他们俩都是那种 帅哥美女 心难亮 从外形上来讲 我们莉莉 小琴玲珑 长得漂亮 然后就是 这孩子呢 他也是高高大大的 很阳光 就是从外形上来讲 还是蛮 能对得起 对得上的 阿姨我采访你一件事 就是刚刚这个男孩 过来买咖啡 整个这个过程 你也看到了 本来莉莉是 希望她多买几杯 然后也希望她 她在这多消费一下 不过男孩呢 很理智 从头到尾 就是坚定 只买两杯 就这个买的过程当中 你自己 你更接受男嘉宾的 这种态度一点 还是接受 你侄女的态度一点 我觉得小伙子的做法 我还是觉得很欣赏的 因为就是说 一个男人家嘛 你做什么事情 都要有自己的一个主见 你自己怎么想 就自己怎么做就是了 我觉得从我们长辈的角度来讲 就是说 如果说是 以后成家以后 还是站在 就是过小日子的角度来讲 不管男方女方 都要能够勤俭持家 不管你有钱的时候 或者没钱的时候 都能够量落而出 量力而行吧 对 看来阿姨觉得 就是 要出去再遇到其他人 让你充钱的时候 千万不要充 是吧 咖啡店还是可以过来 经常照顾家生意的 是不是 行 好吧 那因为这个地方 也不是太宽敞了 然后我们还是把这个 小小的空间 留给他们年轻人 自己先多了解一下 年轻人多了解 我们还是到旁边 再去观察一下 好不好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家里搞那个门窗加工 然后我就在家里 帮忙做线上 跟上一任女孩子 是为什么分开呀 上一任嘛 那还是在高中的时候了 说起来都比较久远了 她在那边 老家那边读大学 然后我都到这边来工作 然后异地恋嘛 然后就分开了 那对我也很像 我也是异地恋分开的 那你家里几个孩子啊 我还有个弟弟 你还有个弟弟 我也家里有个弟弟 那你对经济方面有什么要求吗 这些啊 那如果说是我 等另一半以后的话 肯定是希望他有车呀 有房呀 然后如果成家以后 能养得起我们这一家人呢 那很好 对 那你觉得你的另一半月收入 大概多少比较合适呢 我还有一个经济预期 呃 一万以上吧 一万以上 嗯对 那你现在月收入多少钱呢 因为我们这个根据生意来 有时候好的时候 可能有两三万吧 然后生意不好的时候 也可能一万多 做生意这个浮动比较大 类似于可能跟销售这种差不多吧 卖的货多就赚的多 像你现在的话 因为你是跟爸爸妈妈一起做事嘛 那以后的话 你想说继续做这么生意呢 还是说自己有另外的一个想法 他做他们的 然后后面我会去创业做我自己的 可能也是做这个工作吧 但我不会跟他们在一起工作 因为有时候我成了我的家庭 他有他的家是吧 然后我觉得他还是分开比较好 我做我的事业 他做他的事业 他的一个收入的话 也挺满意的 然后的话未来呢 他也有自己的一个打算 也准备说自己做生意 另外做生意 然后也符合我说的男孩子 有上级心 有事业心 这个板块 所以说各方面还是挺好的 听说你这边的话不是重庆的 那你老家是哪里的呢 我们老家是江西南昌的 江西 那你们是先是定居在重庆吗 以后还会回老家吗 现在的规划基本上都在重庆生活了 因为我们工作事业基本上都在这边 然后我们回去可能过年会回去走一下亲戚吧 因为我们过来有七八年了嘛 然后我觉得重庆这边的气候啊饮食啊都适应的特别好 而且我讲重庆话也是讲得多顺流的 你还会说重庆话这么厉害 对啊在这边做生意 有时候接触客户 他们都讲重庆话 所以跟着学了 那你用重庆话说几句赞美的词来赞美一下我 赞美一下吧 对啊 你长得很乖 长得好乖 那确实还是有点标准啊 虽然你是对着我说的先这句话 但是我觉得你这两句话说得很溜啊 平时是不是这样对别的女士这样讲呀 没有我们接触的客户大部分是重年人 真的吗 对的 因为我们是属于家装行业的嘛 然后接触的客户普遍都是30到40 50这个样子的年龄段的人 那我想问一下你的室人问题 就是你有没有女闺蜜之类的东西 我没有女闺蜜 那就还好 因为这样子的话对女生来讲的话就比较有安全感 对嘛 毕竟不要有那种存在那种半暧昧的关系嘛 但是我有比较耍的比较好的男性哥们建议吗 这方面倒不是很建议 但是朋友跟这种关系还是应该保持一点距离 但是我跟他玩的显比较久了嘛 也还好 纯哥们儿了 对 从小到大这种耍的或者是同学朋友这些都比较正常 就是说有一个适应的适当的那种度啊距离啊就可以 如果以后我们俩在一起的话 我也可以把你介绍给他认识 然后我们三个一起出去玩觉得可以吗 这个还是可以接受吧 可以认识一下你的朋友啊这些 然后你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吗 我喜欢旅行 旅行 看电影 逛街 然后就女孩子比较喜欢的 我可能前两点比较投缘吧 我也比较喜欢去风景好这样的地方 然后喜欢看看电影啊 这可以 逛街的话就算了 我不是很喜欢逛街 脚太累了 但是男孩子要陪女孩子逛街啊 对不对 要银行女生的一个爱好呀 要以后两个人在一起的话 还是应该都陪他出去玩一下逛逛街这些 难道你之前都没有陪女孩子逛过街吗 因为我出来工作之后就没有说谈过恋爱 所以这方面确实是没有 因为我女生嘛都比较喜欢逛街嘛 像我平时逛街的话可能 最少的话都要两到三个小时 然后的话就各种逛 不管买不买反正就喜欢逛 反正就是逛是吧 对 喜欢逛 然后呢也喜欢吃 一边逛一边买一边吃 然后呢我的状态就这样的 如果说我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 你能接受吗 要是以后两个人有缘分在一起的话 我还是可以接受的 毕竟谈恋爱嘛 坐下来之后 两人的聊天是渐入家境 在很多问题上两人都能够达成共识 接下来女嘉宾也是问到了自己最关心的两个问题 男嘉宾的回答能够让他满意吗 那现在的话你是跟父母一起做生意嘛 那比如说像一些大事上面的话 是你做主意还是你的父母帮你拿主意啊 现在没结婚的话 大方向方面还是说他们参考意见比较大 毕竟我还在他们眼里还是个孩子嘛 我结了婚之后就可能我自己的家庭都我自己做主 那你平时的话就比如说在婚姻这件事情上你能做主吗 可以啊 这方面肯定是我自己的选择 毕竟是跟我过一辈子嘛 因为我刚才问了你嘛 就是跟父母一起做也好 还是说你听不听父母的意见也好 为什么我这样子问呢 是因为我是一个特别讨厌妈宝男的那种男生 就啥都听父母的 妈宝嘛 对我特别讨厌 所以说这一点的话你是怎么看待的 我觉得如果是妈宝的话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的话还是比较难受的 因为大小事决定可能都要通过你的婆婆啊 这个可能我觉得就没有两个人的婚后的阿人世界啊这种嘛 对对对 所以说为什么我说我不会跟他们住一起做生意 也不会跟他们一起呢 我个人的独立意识还是很强的 我就觉得结了婚可能就过我们两个人的生活就这个样子 父母他们啊毕竟经历比较多 他们经历丰富一些 我个人来说我还是愿意听去他们的参考意见 因为毕竟他们走过的路要多些 拆过的坑要多 多听了他们的意见也是有好处 但是个人我那些个人的选择方面还是说尊求我个人的意愿 他们的意见我只是会参考 今天嘛买咖啡这个环节哈 因为是我这边来考验你的 因为从这个环节可以看出你的话就是一个比较理性节约的一个男生 对吧 因为我喜欢那种豪放大气脸的男生嘛就是不拘小节的男生 对于这个问题的话你以后的话你平时的一个消费习惯也是这样子的吗 我平时生活习惯我觉得我觉得必要花的钱我就会花 比如说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必要我就不会去浪费就这个意思 那你对你的另一半呢比如说以后你的另一半又喜欢买东西又喜欢吃东西 然后你 这种是合理的消费范围我都觉得很参差 可是女生不理性啊 女生一消费起来就头脑发热就买了呀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还是应该就是说比较为未来做打算吧 可能年轻赚了点钱可以说是适当消费 然后更多的是存这一点为以后做规划 因为我跟你的话就是两个不同的 因为你比较理性 女孩子的话就没有那么的没有男生那么的理性 所以说我每个月都是那种月光族 就喜欢看到喜欢的东西我就会把它拿下把它买下来 然后选买 一个月的话我最少的一个消费的话都是在七八千甚至往上走这样子 那你月收入大概是多少呢花这么多 也是一万左右 一万左右 对 那都属于月光了 对我用光了 一分不剩那段 对啊 那万一钱不够用呢 说是用卡呀 对啊 刷新有卡 对啊 女生忍受不了喜欢的东西不把它买下的 晚上要做梦 都在想的 都会想的 假设都是两个人以后在一起 我个人还是希望是两个人有规划 转好多我们用一部分然后存一部分 也不要说是像现在那种类似于都说今朝有酒今朝脆的感觉了是吧 赚一婚赚一块钱都花一块钱这种 确实这种对未来规划我个人觉得不是很负责任吧 那你这个消费习惯会不会随着你年龄的增长啊或者以后成家来有所改变呢 在两人没有要小孩子之前的话可能我还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觉得人生嘛 开心最重要 但是当有了小孩子之后呢 那可能我就会收敛一点 对对对 就说有了小孩子都要为小孩子做打算是吧 为小孩子做一半打算也要为自己做打算 因为我这个人是享受当下为主 对享受当下 就不会说为了一些什么东西去委屈自己 那你喜不喜欢小孩子 我喜欢啊 我喜欢男孩 为什么 为什么吗 因为这样子就有两个男生保护我啦 因为我上次参加节目也说了的 我希望找一个比较顾佳的女生 都我看这个女嘉宾外星还是很时尚 还有她说的那种消费观念那些 我觉得我个人还是有那种担心顾虑啊 她不是那种很顾佳的那种那种类型 因为我们平时工作可能比较忙 对于家庭那个照顾的比较少 我希望找一个都说 对家庭呢比较照顾多一点的女生 今天那个小伙子你喜不喜欢其实 嗯 还在考虑当中 因为她感觉她消费跟我的关联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啊 就是你看嘛刚才她买咖啡的时候 让她多买一杯她都不愿意 偷收的我也觉得很不好 因为因为你也知道我嘛 喜欢享受当下的一个人 其实莉莉啊我跟你说 呃 你看你大手大脚的平时 从小到大爸爸妈妈工作忙 对你也管得管得时间少 钱拿在手上大手大脚的花 我阿姨倒是觉得了 如果说男的能够把你的花钱方面 能够稍微管一下也好啊 是不是 你想现在疫情嘛 本来赚钱都不是很容易 是不是 所以虽然你现在能赚钱 年轻 但是还是要懂得有 就是能够赚到钱 存到钱 就是说你要想着以后 万一不赚钱或赚得上怎么办了 所以我自己觉得呀 你可以去考虑一下 不一定说跟你的性格要完全一样 也可以是互补的 你想你现在还年轻 到时生孩子 如果生一个孩子 生两个生三个孩子 到时候上面有父母 下面有几个孩子 你们两个年轻人 还是够你 够你们去那个去挣的 所以就说要从往前看 也可以去考虑一下 是要节约一下 还没有孩子之前的话 我就这样吧 等有了孩子之后再说吧 好了 我们现在把所有的人 交到一起 我们开个短会好不好 其实之前呢 我们也分别采访了男嘉宾和女嘉宾 然后呢 我们也了解到了 大家对于对方的 看好的地方 和觉得有问题的地方 那其中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围绕在 这个消费观上面 因为阿姨呢 待会儿呢 还有事情 可能要先走 所以呢 现在咱们叫过来 第一件事情呢 我们就想阿姨当着面 把你在消费上面的这个观点 然后也说出来 让男嘉宾和女嘉宾 都自己都能够知道 小伙子其实阿姨 作为一个长辈来讲 是非常看好你这个消费观念的 虽然说 虽然说是我们家莉莉 从小大手大脚惯了 但是我还是觉得 像你这样走的 就是如果说是建立 你们两个一个 如果说能够走在一起 建立一个家庭的话 像这种 像这种的话 还是可以把家庭带的 就是走得更远 走得也更稳定一些 所以就说我也把我们莉莉以后 就说交给你 交给你希望就是以后 她在花钱方面 你还能够好好管管她 我听阿姨这个话的意思 就是平时她也应该 没有少管你是不是 管不了 管不住 管不住啊 对 但是有跟我讲的 有跟我讲 因为我女孩子嘛 就你知道的了 都比较喜欢消费嘛 就是说婚姻是婚姻 爱情是爱情 但是就是说 你到时候真的建立家庭 真的还是需要 小伙子这种 这种消费的意见 你看现在 特别是现在疫情当下 现金为王 你家里 你手上有点钱 你这个日子 怎么才说 安心一点 你睡觉睡得安心 吃的吃的安心 是不是 所以说莉莉 你虽然阿姨说的话 有点难听 你还是要 小伙子这种消费观念 还是要学到点 控制一下自己 好 明白了 我感觉阿姨想把 这个接力棒 交给咱们的小熊 交给未来 有可能是莉莉的男朋友 甚至是她的老公 对不对 今天也辛苦阿姨了 反正阿姨临走之前 该说的也说了 那接下来 我们就看男嘉宾她自己 消费官的问题 在女嘉宾阿姨的劝说下 女嘉宾态度缓和 了不少 但在她心中 其实还有一个担心 因为我个人嘛 刚才也说了 虽然我的外表 跟人家看起来 就比较热情 活泼 开囊 但是我的内心 是一个高冷的人 那男嘉宾今天 给我的感觉呢 也是比我还慢热 高冷一点 因为我女孩子嘛 肯定都喜欢 自己的另一半 就是主动 但是她给我的感觉 就是很被动 那这样子的话 两个都很被动的人 在一起的话 就很难过这样子 接下来男嘉宾也是表示 会变得更加主动积极 她也热情地邀请女嘉宾 一起去电玩城游玩 她能够让女嘉宾 对她改观吗 走 砍上哪个娃娃 随便砍 我给你抓出来 我喜欢这个 刚才往这里 这里门口这一个 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吗 这个鸭子 对啊 可以 快帮我抓 快帮我抓 你在边上砍到 我来发挥都得行 打神 好 看你表现啊 我来发挥都得行 我来发挥都得行 一个机器啊 不行 我就喜欢这个 你就必须把我抓这个 哪都帮他撕口抓出来 女嘉宾帮我加下油吧 我觉得这个太难抓了 帮我冲下电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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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哥哥 你可以的 哎呀 我在旁边呢 一直看着这个 篮子里边的地啊 一个一个的减少 可是呢 这个娃娃始终不出来啊 这下好了 空了 空了啊 那 女嘉宾开始是 点名要的这一个娃娃 是不是 对 我现在依旧要这个 要不要给他降低点男的 不行 我就喜欢这个 去说句实话 对我们 金居适用男人来讲 我们有时候会算一笔账 对不对 对 这一个娃娃多少钱啊 一个娃娃估计 十来块钱嘛 一百个 可以买好多个了 对不对 对 那怎么办呢 你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吗 女嘉宾你放心 今天我不管有什么办法 这个娃娃都给你整出来 我可不可以找你 商量的事情嘛 我那个抓了一百个笔了 都没抓到 可不可以送我一个 或者两个 就是你那么多个机子娃娃 你重新选一个抓嘛 他吃了那一口 我相信对象 都说我都想拍那一个 都说送我一个嘛 抓两个都 我们说是不能说的 那我买一个嘛 我花钱买一个 我们买也不能买 买都不能买啊 那他都是喜欢这个 怎么办呢 看到你这么有成 你的份上 我可以给你泼你一次 要不就给我做一下情节 然后换一个 对行吗 可以 帮我买一下泼泼 这个是泼泼泼 男嘉宾的诚意 终于是打动了 现场的工作人员 愿意让其用自身的劳动 来换取女嘉宾 所喜欢的玩偶 男嘉宾的这番苦心 女嘉宾能够体会得到吗 你怎么赶上在这打工了呀 你怎么开始擦玻璃呢 你不是去抓娃娃 就想用你的办法 想你的办法去抓娃娃吗 因为我跟店长商量 我说买一个 他说不卖呀 他还我用皮劳动换一个 还要擦多少玻璃 才能够把这个娃娃换回来 再擦完这一个机器 就OK了 最后一个是吧 对的 早点整给我拿一个 其实小时候还是挺可爱的 我觉得 是 店长已经擦完了 给我拿一个娃娃吧 多拿一个 好的 谢谢 可以把这个娃娃给他了吗 可以 完成了任务了 完成任务 你不用去检查一下玻璃吗 那我们店长去检查吧 我想问一下 以前有没有人 用这种方式来换过娃娃 没有 都是自己在抓 那今天也是第一次碰到 对 那其实这个男孩 想抓这个娃娃 也是要送给 今天跟他相亲的另外一个女孩 如果一个男孩子 愿意以这种方式来 跑得开心的话 我会很喜欢的 希望你们可以在一起 好好 我听那个意思都是说 你要不跟他在一起的话 别个人都要原意了 你要有紧正对手了 那这个娃娃终于拿到了 但是不是用女嘉宾 自己开始以为的方式 是男孩用了他自己的方式 来解决了这个问题 那不管怎么样 娃娃拿到了 那接下来 怎么办 送给女嘉宾 你喜欢的娃娃 谢谢 谢谢 太别可爱 现什么心情 虽然男嘉宾不是用 我以为的方式来得到这个娃娃 但是他通过刚才的那个 挖玻璃的举动 让我非常的感动 尤其可见的 男嘉宾是一个 细水长流 细水 对 细水长流的一个男生 然后也还是蛮喜欢的 而且是个经济室友们 对 经济室友们 以后你家里想买什么 你就派他去干活就好了 对 对 对 以后想换车的时候 你去人家擦车 擦几年的车 你家里就有车开了 好 拍个照吧 见面一下 拍照是吧 对 对啊 这里挺好看的呀 我是有颜子控 我也随说把我拍好看点 好看吗 好看 都拍几张 莉莉 你手上那个娃娃呢 放起来了 你看身后 这里怎么有这么大个娃娃 娃娃变大了 是不是 那你们对对方的好感 有没有也变大呢 你们的这个 对于爱的希望 有没有也变大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做选择了 那我给你们挑了一个 非常浪漫 非常好看的一个地方 来做最后的选择 首先第一 大家看到这个地方 是红色的 对吧 红色就代表着热情 这是莉莉最想要的 红色也代表着爱情 这是小熊也最想要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来做这个选择 其实我身后的 这样的一个 巨型的一个娃娃 她也有自己的名字 叫Angela Boy 就是天使男孩 那到底小熊会不会是你的天使男孩呢 那小熊你又愿不愿意去做女嘉宾的天使男孩 我们去看一下最后你们在这里做的选择 好吧 那选择之前你们有没有什么话想对对方说的 今天我看你穿衣打扮跟这个风格 就是为了一个姿势就是为了一个女生嘛 也愿意这样子 然后我挺感动的 对 经常到店里来喝咖啡 到底身份是顾客 还是男朋友 那接下来就要看你们最后的选择了 刚刚呢我也听到了 你们对于今天整个一天相亲的一种心情的分享 我也感觉得出来 你们对于对方是有好感的 但是最后你们会做什么样的决定呢 选择方式我帮你们想好了 待会儿呢你们先一人在这个网偶的一端 做最后的思考 时间到了以后 如果你们愿意选择对方 就请走到他的正前方的面前来 当然如果来到前方 你们看到了对方 就代表着你们牵手成功了 那如果没有看到对方 就说明那还要自己去寻找自己的幸福 好吧 那看一下他们的选择吧 好了 考虑的时间已经到了 我们看一下双方最后的选择 三 二 一 请选择 三 二 一 请选择 恭喜 恭喜 牵手成功 好吧 我想 首先第一牵手成功了 那我们要不然就把手牵在一起吧 还有点不好意思吗 好好好 等你们下来以后 再慢慢地再加深感情 好不好 来 你们一起拿着吧 再次如何你们牵手成功 好 那么电视前 其他的观众朋友 大家如果呢 也想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欢迎大家来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拨打电话 8805 8805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到 龙铺新生二楼 凡人游戏 线下互联服务中心 来直接报名 好了 爱情靠争取 我也不放弃 感谢各位的收看 怎么还要看 给我陪一张吗 要不要对 好 给我陪一张 我也活个夜 好 来来来 给我陪一张吗 拜拜 我继续拍照了